我們看到全球最矚目的 單一消費品就是iPhone 8 因為未來iPhone 8的生命週期 大概就是不是按年 大概可以賣掉3億支以上 加以一支1000塊美金 這個可以賣到3000億美金 一個玩一具 一個手機可以賣10兆台幣 我們指他這個產品的生命週期 大概一年半到兩年 大概賣掉3億支沒有問題 所以面對一個3000億美金的 超級怪物在明天正式發表 到底對全球科技股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跟觀察 第一個我們剛剛看到 因為蘋果股價已經連續5天下跌了 很妙喔 這即將問世之間連續5天下跌 大家可能更關心的是 在過去蘋果手機 它發表會對於整個股價有什麼影響 我們看下一張來做觀察 我們看到市場蘋果每一次發表整機 股價有時候是漲在前面 跌在後面 這是各款手機上市前到發表日之後 股價表現 零軸在這邊 我畫出來 零軸在這邊 所以基本上像iPhone 5 iPhone 7 iPhone 4s iPhone 3GS 基本上都是負報酬 甚至iPhone 4也是負報酬 其他的包括了iPhone 5 iPhone 6s iPhone 3G 所以蘋果新手機上市 到底是正報酬還負報酬 我們要觀察 但既然大家最關心的是存量問題 事關於是試圖把增量跟存量 來帶給觀眾朋友了解 我們今天投資股票 到底做的是一個增量的投資 還是一個存量的轉移 所以我做過金平梅很多集 觀眾朋友 金平梅 為什麼講金平梅 因為最簡單 因為講到存量增量 你就 講到潘金蓮你就醒了 你知道嗎 講到武大郎 大家都醒了 為什麼 因為潘金蓮就一個 到底是武大郎老婆 還是西門慶的老婆 那是一個存量轉移的問題 因為潘金蓮就一個 這個存量就一個 他從武大郎的手上 變成西門慶的手上 武大郎代號2398 基本上就嚇死了 你知道嗎 武大郎就Q掉了 可是西門慶得到了潘金蓮之後 股票有大漲嗎 最後泡沫而亡 所以這是一個存量轉移 今天蘋果面臨問題 它不再是增量 這時候的潘金蓮已經38歲 誰是潘金蓮 就是iPhone手機 他從iPhone6 iPhone7到iPhone8 郭敏永其實只剩下存量的變化 所以蘋果並沒有能力 再創造更多的增量 並不是蘋果無力 而是地球的人口就那麼多 買得起蘋果手機 或用蘋果手機的人就那麼多 他只能禱告 大家換機的意願高一點點 所以我要請教蔡老師 我們先來解讀 西門氣的股價 為什麼 因為他西門氣 玩潘金蓮已經玩得夠久了 已經從iPhone6 iPhone7要玩iPhone8了 到底什麼時候泡沫而亡 您的觀察 好 那個之前我們討論過很多次 蘋果是從iPhone6 已經到達一個頂點 股價還會創新高 這也很奇怪的事情 到達頂點之後 iPhone6之所以到達頂點 是因為大陸的市場 進入大陸的市場 所以能夠再創一次高峰 但問題是說 這次高峰一過了之後 大陸的品牌也崛起了 所以現在面對的問題 已經不是只有這個 因為我們也有做過一個專題 大陸的科技是電商驅動 美國是一體驅動 觀眾朋友 你懂意思嗎 美國所有科技發展核心 就是Intel 微軟跟蘋果 可是中國的科技驅動 電商驅動是騰訊跟阿里巴巴 至於你是哪家 哪一國的手機是個配角 所以兩個國家的科技驅動的 引擎不同 一個是財有引擎 一個是切有引擎 所以股價表現 跟市場發展的想像 就不一樣了 所以中國的崛起 會改變世界的經濟非常大 整個版圖的轉換 你像晶片好了 他都已經發表AI晶片出來了 但是我不知道 他的效能怎麼樣 用了才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蘋果 蘋果這邊已經出現假突破了 如果就係數名來講 只要出現假突破 你去空他 你的成功率高達8成以上 但是問題你要量來做配合 所以到目前為止 蘋果的量並沒有出現大的問題 所以說你去空他 你的成功率就會變到一半一半了 所以你要做量價上的一個配合 不過這個型態出來 對他來講也不是很好的一個結構 這個地方注意這個155到162 這裡就是他的一個 因為他跌到這邊突破又跌回來 所以這個就變成他的一個整理區 那下緣是不能跌破掉的 要注意這個點 另外講到高通 高通就很慘了 高通這一次已經早就轉落了 你看上一波的轉落 這邊股價幾乎是腰斬 這是周線 這不是線 這邊股價幾乎是腰斬 跌了一年多 對 那他在這邊的時候 也曾經在大概七八十塊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沙盤量之後 就開始破線下 這前年了吧 好 但是現在更大的問題出來了 1月28當週 這一週出現了一個異常大量 也就是說在這個籌碼 這邊大概是60塊左右 這上下大量的釋出 也就是說 那他的形態上這邊就是一個頭部 這邊幾乎就左肩 這邊就是右肩 那在右肩上釋出 這是一個成熟的一個股票 相當不好的一個訊號 而且這邊還破了個底 那破了底 如果是股看反壓就好 就看54.1就好了 空就對 空就看54.1 高通裡面 在科技股裡面 他已經算是一個轉落的 另外我們再看一個指標型的 這個是還好 他剛突破 臉書 臉書突破 那也沒有什麼不好的一個訊號 但是他在這個突破的同時 你還注意一下 短線的支撐在167 因為他這些有指標性的 就要注意看支撐 大概167 那我們來看一下周線 因為周線在這個結構上 這裡已經形成了一個什麼 頸線 這個頸線比較重要 大概164 所以我們在看臉書 就注意看164這個點 你只要注意這個點 因為他是沒有轉落 但是他的一個支撐就很重要 因為這個角度很高 角度很高的情況之下 破支撐是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要注意這個支撐 Google也是一樣 Google的量就已經稍微有一個 不穩線出來了 不穩定出來了 因為這一波雷下來之後 你看這個量幾乎都是平穩 但是這一根是屬於下沙的 所以這個900塊這個地方 就不能破掉了 那破掉的話 那就屬於一個轉落一個現象 那通常不穩定的話 那股價上會比較危險一點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亞馬遜 對 就剛剛 以我們技術分析來講 一看這個 大概就是掛掉的一個股票 你來看 第一個 這邊曾經出現一個下沙量 隔幾天這邊有一個拉抬量 換手了 但問題是這兩根的下沙量 大於這一根的拉抬量 對 那這一根拉上來之後 這個地方又更高的一個 沙盤量下來了 對 所以你這個加起來的沙盤量 遠遠大於這一根的一個拉抬量 對 所以股價會在這個拉抬量的下面 這兩架結構就是這個樣子 很好玩 那就我們看它的一個結構 亞馬遜這一次應該是 就這個結構來講應該是完完 就成功這幾隻大支 你們它最危險嗎 對 最危險 這邊就是所謂的一個 右肩一個壓力區的一個地方 這個壓力區大約會是在 950到1000塊這附近 是 好 我們來看它的周線 所以日線上它是一個風險 很高的一個股票 再看它一個周線 這個周線上 你注意看這個 這一根好像是紅色的叫做拉抬 看起來很高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兩根的砂盤量加上一根的拉抬量 形成的這一根 所以這一根出來 是砂盤量大於拉抬量 在內含當中 對 在內含當中 然後這一個上引線就是剛剛講到的 那一根大量的假突破 這個是以上引線的假突破 上引線的假突破 現在面臨一個重要的一個關鍵轉折 也就是說這裡形成的是一個上升趨勢線 這裡是一個什麼 頭部的一個頸線 頸線區大約會是在950左右 大約在那個地方 反正你在操作上你只要注意一下 你看到940跌破要確立點 940跌破那表示亞馬遜整個頭部就完成了 那一般來講做空的 越接近千元的附近去做空 那停損大概就設在1030這附近 那這個就屬於一個弱勢型態的 因為它已經面臨要跌破那個頸線 跟哨聲匯道 所以我剛剛講 剛剛講到這些股票的結構 像有臉書 然後有Google 然後現在又有亞馬遜 我們在操作上常常講 要踹就踹最弱的那一支 最弱的就是亞馬遜 所以注意一下亞馬遜這邊 這個高價股已經是轉弱了 而且是非常 在量價結構裡面 幾乎是宣判已經病危了 對 我們剛剛講前面那一段 美國英雄缺貨 不是樂高缺貨而已 也不是這個玩具反抖缺貨 美國英雄缺貨 亞馬遜也會缺貨 因為亞馬遜沒有美國英雄可以賣 所以它離州壓力行業蠻大的 對 然後還有剛剛 還有一個重點 剛剛講到了這一個地方的 一個假突破之後 這裡是屬於連續的什麼 帶量下跌 連續性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突破的一個型態 非常的明顯 而且就日線的結構來講 在一般左肩 頭部還有右肩 左肩曾經 我們講砂盤量大於拉抬量 頭部的量最大 這個在一個我們台灣以前的 一個股票史上的一個量價結構上 通常都是投機股才比較會出現這種 出現這種情況 拉高出貨 然後一根量就下來 因為以前的投機股大家知道 開始製造話題或什麼一大堆 到最後大家最高的時候 一根就結束了 就直接就一個V型反轉下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個次數方面 這個是NASDAQ NASDAQ 我們之前講的就不用再提 因為這邊曾經出現過假突破 這個結構上好像回來就化解掉了 注意一下 即使說這個頭部再突破 它還是一個頭 第一個就是6300這個是一個重要資深 因為這個地方突破的長紅地點不能破 還有就是當然有時候有機會 可能它有機會去創新高 但是創新高既然這邊 已經形成一個假突破了 這個再上來的話 它只是形成一個更大的一個頭部區 所以創新高跟破6300都是風險 都是危險 就這個整個結構的一個形態上來講 為什麼你說看廢半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結論下來 因為廢半已經告訴你了 廢半這裡是一個什麼 大的一個雙底 那大的雙底 這一個底部 雙底的一個均值到這個頸線 會等於這個地方的同等的距離 你給它計算兩波起來 會大約會是在這個 大概大約會是在1177這附近 1049也差不多了 另外大坡段漲幅滿足 就這一大坡等於這一大坡 因為這個計算的 計算的年非常的高 這月線 對 因為這個是那個 這本世紀來了 對 那也等於是說 它是從這個2008年到目前的 大坡段的漲幅滿足到了 所以我們在技術分析裡面 尤其是底部的第二大坡 跟所謂的大坡段的一個漲幅滿足 這裡就要滿足就好了 就再怎麼樣兩波就好 你不要再做了 再做的話 你只是在高風險上面 不滿足就出草了 對 那就注意一個10 那你如果說你要吃到底的話 那你就注意一個1160 1160絕對 搖擺 然後再做一番 請問一下 TV1 2 2 3 3 感谢观看